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夜聊个透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引发全球热议的议题 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 以及这些行动背后的复杂政治背景 最近,以色列空袭造成三名记者遇难 黎巴嫩总理指责这是战争罪 而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攻击也持续升级 造成大量平民,包括儿童的死伤 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 此外,我们还会分析一部影片 以色列如何赢得西方 该影片揭示了以色列在西方世界中的特殊地位 以及如何利用历史与政治语境来维护其立场 从由太富国主义的兴起 到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影片中专家们的见解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场战争的背后充满了矛盾与挑战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些事件的真相极其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黎巴嫩南部,一场猛烈的空袭震动了世界 三名记者因以色列的轰炸而丧生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黎巴嫩总理纳吉布米卡提毫不掩饰的谴责 这次袭击是故意的 并称之为以色列犯下的战争罪 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的报告 袭击的地点是一处记者聚集的建筑 这些记者来自多个媒体机构 包括与伊朗和真主党有关的媒体 真主党多年来一直被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多个国家 视为恐怖组织 美联社的报道揭示了这次袭击的震撼瞬间 记者们当时正在客栈中休息 未收到任何警告 黎巴嫩边界内约五英里处的建筑被移为平地 而一辆标有新闻 字样的车辆也遭到了毁坏 这场悲剧发生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之际 紧随其后的是以色列国防军与真主党武装分子的冲突报道 五名以色列士兵因手榴弹袭击遇难 而自十月初以色列在黎巴嫩展开地面行动以来 已有22名以色列士兵在此地区阵亡 在这一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背景下 加沙地带的情势也不容乐观 自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领导人雅赫亚 星瓦展开行动以来 以色列军方对加沙的攻击越发猛烈 巴勒斯坦卫生官员透露 在南加沙城市汉尤尼斯的空袭中 至少有38人丧生 其中14名是无辜的儿童 以色列军队的行动已经延伸至加沙北部 他们突袭了当地最后一所仍在运营的医院 卡马尔·阿德万医院 该地点周围的两家医疗机构 此前已经停止运作 在这场席集中 目击者描述了以色列国防军夜间 进入医院的画面 这一切发生在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团离开后不久 以色列国防军声称其行动是基于情报 认为该地区隐藏着恐怖分子及其基础设施 他们声称已经消灭了数百名恐怖分子 并在行动之前撤离了约四万五千名巴勒斯坦平民 针对在黎巴嫩和加沙持续的战斗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积极介入 试图推动和平进程 他在伦敦与约旦和卡塔尔的外长会晤 并与黎巴嫩的看守总理进行了讨论 美国国务院在会后发表声明 布林肯强调了结束加沙战争和释放人质的重要性 并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 他还明确表示 以色列不能长期将军队驻留在黎巴嫩 必须更加努力避免对平民 黎巴嫩军队和驻扎在该国南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造成伤害 以色列的行动背后 还有一条更复杂的全球政治线索 据传以色列将派遣其情报首席大卫巴尔尼亚前往卡塔尔 与美国及地区官员进行新一轮的会谈 旨在达成停火协议 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也将参加会议 卡塔尔在过去一年中一直担任调解国之一 在此背景下 Al Jazeera播出的纪录片《以色列如何赢得西方》深刻 揭示了以色列在西方世界中获得特权地位的复杂历史 影片追溯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崛起 并深入探讨了以色列如何以西方文明的捍卫者姿态出现 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形成对立 这样的定位帮助以色列在西方世界中建立了强有力的盟友关系 并得到了许多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 影片揭示了以色列如何从一个长期被迫害的民族 转变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他们通过一系列的策略 成功将自己迁入西方的犹太基督教遗产中 从而巩固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这部由桑吉夫·乔哈尔指导的影片 邀请了众多学者和专家 提供了关于犹太民族历史和现代以色列国家政策的深刻见解 在这场复杂的国际对局中 以色列的地位和行动 无疑将继续影响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动荡 而他如何赢得西方的支持 无疑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持续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未来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 更取决于国际社会如何共同努力 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常常被认为是自卫措施 尤其是面对来自真主党和哈马斯等组织的持续威胁 毫无疑问 这些组织多年来对以色列进行的无差别袭击 给以色列的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 以色列需要捍卫其公民的生命安全 这是每个国家的基本权利 正如丘吉尔曾经说过 若有人企图摧毁我们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以色列的行动是对恐怖主义的反击 而非针对平民的攻击 楚天书 你这样说可真令人惊讶 以色列对记者和儿童的袭击难道也是所谓的自卫行动吗 这根本就是战争罪的行为 毫无人道可言 就如同当年古罗斯底的暴君被谴责为屠杀无辜者的暴行 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采取行动 不能让以色列的这种行为不受惩罚 这已经不是捍卫安全 而是肆意践踏国际法和人权 谢琪琪 我理解你的愤怒 但你不能忽视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威胁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针对恐怖基础设施 而不是平民 就算有不幸的伤亡 也是因为恐怖分子故意藏匿于平民区 这让以色列的反击变得更加复杂 正如拿破仑所言 战争是不幸的 但有时是无可避免的 楚天书 你的言论就像那些洗白暴力的辩护词 以色列已经多次被国际组织 谴责其过度使用武力 而不是有效打击恐怖分子 这种人类盾牌的借口真是老掉牙了 别忘了 当初美国也曾在越南打着反恐的旗号进行战争 结果如何 无辜者遭殃 反而激化了冲突 谢其气 我必须重申的是 以色列的行动是基于情报和安全需求 你提到的越南战争确实是个教训 但我们不能用历史事件来片面否定当前的每一个行动 以色列也在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派遣代表进行谈判 希望能达成停火协议 这不正说明了以色列的合作态度吗 楚天书 别做白日梦了 与其说以色列在寻求和平 不如说是在为其军事行动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支持 和谈的背后 是不断增加的军事行动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 这就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试图用田严密于掩盖其残暴的本性 以色列必须承认其行为 并真正展现出诚意 而非一边打着和谈的旗号 一边继续其军事侵略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 在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及其影响上 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两位辩手的观点虽然截然相反 但都展示了对当前局势的深刻思考与情感投入 楚天书的立场强调 以色列在面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等组织的威胁时 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性 他引用历史伟人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试图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定意为自卫行为 这众论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以色列政府的官方立场 但却未能充分考虑到战争行动对平民的直接影响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对人权的高度关注下 单纯将军实行动包装卫自卫 难以说服那些目睹无辜者受害的国际社会 而谢琪琪的回应则更为情感话语激烈 他指出以色列在行动中造成的平民伤亡 强调人道主义的重要性 他的论点在于 即使面对威胁也应该有道德底线 不能以残暴行 为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安全 谢琪琪的批评 不仅指出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可能形成的战争罪行 也提到过去类似情况中美国的行为 强调历史教训的重要性 两位辩手各有千秋 但楚天书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显得过于单一 未能全面反映冲突的复杂性 他未能回答谢琪琪对于平民伤亡的尖锐质疑 这使得他的论点显得不够有利 谢琪琪的立场则强调了对人权的关注 并且提出了以色列行动的双重标准 这引发了对国计法的讨论 这无疑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总结而言 这场辩论引发了对以色列行动合法性 与道德性的深思 楚天书所主张的自卫理论 在现实中往往与对无辜平民的伤害相矛盾 而谢琪琪所提出的道德责任 则呼吁国际社会更积极地制止暴力行为 未来的和平之路 必须在安全与人道之间找到平衡 这才是解决当前冲突的关键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